你哪个部门的 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秋天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过敏 那怎么不去医院看一下 事情太多了 忙不完 那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 多大点事儿 我知道马上就好了 你把口罩拿下 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这儿的老板 这儿所有人都给我管 你看小龙虾过敏 你看清楚了没 有什么好笑的 不会传染的 好了 走了 去医院 我要工作呀 方居浩 我不会扣你工资 走吧 你放开 你松手 你丢 丢什么 我们方总 放开 不是真喜欢上秋天了吧 那还不是喜欢 这要是我们俩脸上得了过敏 方总能亲自送我们去医院吗 以后可得注意点 可不能得罪秋天 指不定哪天 就当是老板娘了 那倒不至于 她什么身份呢 董事长能让她进门吗 嗯 也对 先生您好 您好 帮我开一间套房 请问要住多久啊 先预付半个月吧 好的 请稍等 呢 这是可以直 det起来吗 ces 是怎么回事 这都第几次了 为什么海吕叫不改 就是不学好呢 是他们先欺负我大哥的 以后有理了 赶紧上去洗洗干净 等会儿拿着你的作业 到书房找我 爸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是哥哥 以后要多看着点家呢 别跟着他一起胡闹 我知道了 上去吧 总体排名提升了两名 算是有点小进步吧 那爸 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 你还有两门客没及格 你还想要什么奖励啊 那至少有点进步了嘛 排名和分数都提升了呀 你还好意思说 爸 要是没有奖励的话 可是会影响我的学习动力的 你居然还敢威胁我呀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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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你说 你要什么奖励 我周末想去骑马 你又整天就想着要玩了 你这是答应了 谢谢爸爸 爸 大哥这次又是第一名 你打算给他什么奖励啊 你一向都是第一名 你说 你想要什么 谢谢爸 我什么都不缺 行 那周末 我们就一起去骑马吧 我也好久没有轻松一下了 太好了 大哥 我们一起骑马好不好 好啊 爸爸一向对加难严肃 对我刻意的客气 你这样建议 只有你原来如此啊 我早就可以想到 早就可以想到 好 安总 下面我向您汇报一下 有关机器人发展的有利因素 嗯 首先是政策利好 在2016年4月 国家工信部发改委 在规划中提出了 五年内 要形成武器 我国自己较为完善的机器人发展体系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重要任务 一是推进重大标志性产业的局部突破 现在协作型机器人的发展心动向有哪些 有关于协作型机器人 现在主要助力于小型化和轻量型 中小企业借力于协作机器人迈向工业4.0 已经成为了机器人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也成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怎么都红了我看 疼不疼 红了吧 什么烫坏了 我看 你怎么来了 不疼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上班的 你来上班 谁给你开的后门 什么叫开后门 我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通过层层面试和选拔 竞聘上岗的 你通过了层层面试 对啊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唐明轩 我的爸爸叫唐湛 是北辰集团的董事长 大哥唐浩云是北辰集团的总经理 二哥唐嘉楠是北辰集团的副总经理 好好好 如果我不能通过你们这次面试的话 我就会去告诉我的哥哥 让他对智能思维的人事部门做出一些调整 你就是靠威胁我员工进的公司 什么叫威胁 我这明明是鼓励 好 你说鼓励就是鼓励 来 老板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助理了 以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工作愉快 有你在 想不愉快也难 有你在 就先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